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到这个谁的 最早他这边最早是讲 从四十二月来讲 就是不能立这个灭镜就是涅槃 因为我们的烦恼灭镜 这个时候是我们所说的烦恼没有 没有的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只是讲烦恼没有 他不能完全就是 化成跟涅槃化成等号 所以他这个讲到 尤其是他这个 在前面的这个三意 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的念念都是不住 起来又灭了 起来又灭了 这种 这种念念的这个谁的 不是常柱 所以绝对不是涅槃的常柱 那第二个是讲这个谁的 如果是涅槃灭镜是法身的话 他就是法身就是变成有灭镜像 那就绝对是 我所说的这个 他是有违法相 又不是我们这边所立的 他是无违法 那第三个是讲到谁的 那第三个是讲到谁的 就是灭镜烦恼 不完全等于我们所说的涅槃 不是法身 但是我们还是要透过这个修学 绝对不是说他 没有功用 没有这个做 我们所说的这个修学的这个功用 而有这个所谓的 而会有这个所谓的涅槃的这个法身 好 这是在前面最早的 就是要澄清 而灭镜绝对不是完全跟涅槃完全等号 那我们一直讲 按照来讲的是 就是灭镜对我的执着跟一切境界的这个执着 之为实有的这个执着 之后把烦恼灭了 这个时候 他会呈现这个所谓的法身 真如 所以我们这个讲到 这样子 所谓二空所显的真如 所以还是依在这个所谓的 法身是常住性 这是法 而涅槃是常住性 佛性是常住性 但是因为 它是朋友 但是还要靠修学 断烦恼才会呈现出来 好 这个是我们要 最早的前面的 整个大意 所以 所以他 好 那个 前面的这个讲到神域的话 最早是 用这个五个 五难的过失 所以他自己奖励这个神域的 前面这个五个 道 我们先看这个神域的 有时候烦恼不生为烈盘 这个 就会有这个过失 所以烦恼不生 以灭尽同体 好 因为我们所谓烦恼不生 就是烦恼灭尽了 所以跟灭尽同体 好 既然灭尽同体就是有 好 就是 好 如果你 以灭尽来说 等于涅槃的话 等于法身的话 就会有前面的这个神域的 我们这边基本上是 三种果实 那我们后面最早的是 讲这个神域的 是讲 他最早立这个神域的 那个 比如说我们看到四十三页的中间 在第五个是讲 能灭为涅槃者 能灭为涅槃者 就讲这个 能灭当为涅槃者 就是 就是 能灭就是等于涅槃 这样变成说 那个 离开这个能灭 就没有所谓的涅槃 所以无别能灭 以为能灭 就没有 就我们所说能灭就是涅槃 那所以 涅槃灭了烦恼 就等于 灭盘灭了这个烦恼 就还有剩下 能灭 那这个就剩下涅槃 所以 这个是 唯以道用正为能灭 是道用 因为我们所说的这个能灭是 在修学道 它是在用修学道的方法去灭掉烦恼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灭掉烦恼 所以唯以道用之为能灭 故知道 体因能为灭 这个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 道的这个体性 修学道的体性 它就是 它是灭烦恼 所以它是属于灭 可是我们的涅槃不在 涅槃是我们所说的法身 法身 是 我们所说的 它没有灭的体性 所以这样说也不正确 那后面最主要的它又在讲这个 这个 那个烦恼不深 唯涅槃者 事与不然 何以故 而且不免二种事 二种事就是我们后面 我们这边讲那些的 烦恼不深就是讲 就是讲 就是讲 把烦恼灭去 让它不再起来 是等于跟灭境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一灭境同体 这样就是 我们所说的 这个就是我们会有这个 前面的过失 这样说法就不正确了 那后面也是在讲这个 不深 道理是在 在道的前面 在道的前面是讲到 所谓的修学道 道的这个 你说的烦恼不深 因为我们要灭烦恼 让它不深 这个道理 这种不深 烦恼不深 这个部分来讲 道理是在 能灭的这个 心 或是能灭到 道理在能灭到的前面 还是后面 如果在前面的话 如果你这个不深的话 烦恼不深 这个烦恼没有起来 如果是在道的前面的话 那未修道的时候 就已经得到烦恼不灭了 不深了 那修道还干嘛 还要再修 让它不深 所以这样 这个是讲 就是讲到他的 这个烦恼不深 这个果 到底 到底这个是到 在能灭到之前 还是后 如果之前就有了 这个烦恼不深 干嘛还要再修学 如果说 那个 之后 道后 道后属未来 如果是能灭到 把烦恼灭了不深 是在后面 那后面是属于未来 未来就是我们所说的 它就是一定是所谓三世 三世的问题 好 过三世意 就是它 所以过三世意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涅槃 它是乌有来生 乌有来生 它还有未来 那根本不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涅槃意 是当然不成立 又努力 又努力无深 这个无深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无深道理是 有或故无深 还是无或故无深 而这个大家一定要学 就是我们所说的 无深道理是什么 你说的无深道理 是什么意思 是有或 有或 无深还是 还是无或故无深 很多烦恼有 因为烦恼有是有或 有或 则不可能是无深 可以故 因为我们的烦恼有的话 是所谓烦恼有 无深是所谓 我们所说的不再来三界了 好 你烦恼有一定是来三界 所以这两个有无的 不得同时成立 是不得一时同处故 好 他用这个谁的 例子来说 必如一人行使不住 住使不行 也二法相为 所以行住不得记故 故之烦恼在是不得 不得利无深 好 好 因为无深本来就是 好 我们所说的 我没有生灭性 好 你烦恼 在 那就是生灭性 如果无烦恼 利无深者 如果 利无烦恼 利无深者 那 烦恼 这个就是没有 烦恼既无 那到底 这个无深到底是谁 指的是谁 你讲这个无深到底 指的是谁 因为谁而变无深 譬如人说 死女之女不能生育 比如说我们死女 这个 就是我们一般那个 讲那个 死女 她本身就 不是我们人类的这个 女性 当然不能生 生小孩 因为本来就是 没有 没有你叫她 成立一个无深 这无深怎么成立 余生到底是指的是谁无深 那后面我们再来看她的这个 就是我们 就是要知道这个 这个法的真实意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 就是我们在 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 一般的佛教的政治界 涅槃是不落 世间的有 所有所有都不正确 世间所有所有都不正确 那如果是佛所有所有都正确 那我们后面是讲到谁的 努力烦恼无深者 到底是 这个无深到底是 是不是存在一个东西 所以物有还是 是非物 有一个非物 非物有 所以他 你所立的烦恼无深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是 有一个实体的东西 还是说不是有一个实体的东西 如果物有的话就像四大一样 有实法有假命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世间的东西 就像四大 他本身就是 这个实法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世间 按照来讲世间是存在 他也是假命失射 他也是假命失射 来说这个 世间的 这个 我们遇他起的这个东西 吃者是有物 非物有的部分来讲 变成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这边所谓的空荒 还有兔角龟毛 两字无故 他本身就是没有 故言非物有 好 这是先定义什么叫做物有 什么叫做非物有 若言是有物者 则由是原所成 是原所成故 无生意者不利 好就是我们所 是原所成 他还是有这个 因为 是原而 我们生住一面 因为是原而 而所成显的像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是原有生住一面像 这个就是 根本没办法说到 无生意 无生意者不利 以事故 有为无为 则无差别 好 所以你 所以如果说你 你要 你要立这个 所谓的 是原又 又有无生的话 那变成说 有 有原就 有为 从事原得 神 好 也 我们所说有 有为本 就是讲的 从事原而生 那你说 好这个 这个 这个无为也是 从事原所生的话 那就是变成 没有差别 好 没有差别的话 那就 有不合佛欲 若如说 物有 不为是原而成者 你说 你说这个 烦恼不生 你讲 烈恼无生 是认为这个 烦恼不生 是有的话 而且这个有又不是 是 事原 事原所成 那你说的这个 物有 应该所指的 就是讲到 谁的 学见外道所 所指的 这个自信 还有谁的 灵虚是 按照灵虚是 极为 极为的意思 还有我 还有师 还有方 这些的东西 因为你 他认为这个东西 涅槃无神 是物有 又不是 因缘合合的 就是他们所立的 这个外道 自信 还有所谓的 灵虚 灵虚就是 讲到所谓的 就是分析 一直分析 分析到 跟空一样的 我们所谓的 极为 因为灵虚是讲 靠近 靠近 靠近空的极为 所以变成外道界 若非有物 是涅槃者 是涅槃者 非有物 但有名字 便如人说这个 神谓的 兔角 因为他讲涅槃 涅槃是非有物 那变成涅槃就是像空荒 龟毛兔角一样 因为它是 我们一直讲龟毛兔角 这些东西只是名称而已 没有尸体 没有尸体 就是等于 一般人所说的 龟毛兔角 尔若及同前破 尔修道无用 所以如果说你立这个神谓 涅槃只是名称的话 那 就等于这个神谓 它没有实在的东西来指射 就像龟毛兔角 那我们修来干什么 没有用 修道无用 那外道又说 都不取 那外道 就回过台 就 来 提问 如果我们不取 无声就是涅槃则化 那佛为什么又说这个 无声净灭为涅槃 我为什么又说 就是我们在前面有讲 我们前面一直讲这个 转一法身有欺民 沉默 其禁 气舍过渡 这怎么说 因为我们一直讲那个 无声就是涅槃 无声就是 烦恼灭尽就是涅槃 这怎么去了解 看我们事情不知道怎么回答 道一涅槃 能使烦恼 能使烦恼未来不胜 因为我们所修学到 我们所佛教阿涵里面所施设的这些元气法 这些的三十七菩提分法 我们一直讲法戒 法戒真正的名字是 我们佛所施设的这个 教法都是 一 一真如 为如来施设 一戒为因 所以一真如来施设 所以道一涅槃来施设 这样子 因为我们到最后就是我们所说 因为我们要得涅槃 所以我们是设种种的教法 这教法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讲 在前面的是 以果中说此因 我们是站在涅槃的角度来看这个因 修学到 这样来讲是 修学到能够使我们的烦恼未来不胜 我们一直在修学 用这些种种方法 让我们 所以烦恼不再起来 不生 不生现在 就是现在烦恼不再起来 所以为什么讲到 灭因中 收果固 未来不生 对不起 那个应该是未来不生 现在者灭 现在者灭 然后因中收果固 因为现在灭就是讲到现在 完全烦恼灭了 所以在因中来 来说这个烦恼灭 来说这个涅槃 所以明涅槃为无声灭尽 这一段真的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通常来讲那个 通常来讲这个 我们为什么佛一直讲那个 烦恼断经就是涅槃 因为 因为 我们为了要 因为涅槃太难了解了 他的相貌真的非常了解 所以我们必须从因来说他 所以因来说他就是要灭烦恼 让烦恼不起来 不起来这个谁的 这个时候才是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 我二空之后 显真如 用显 显来说 这因中收果 在因才有讲烦恼灭尽 在果就不讲烦恼灭尽 因为我们的涅槃就等于 涅槃就是真如 我们的众生也有真如 佛也有真如 所以这个所有的真如都一模一样 只是 就是因为众生的真如 他是被烦恼遮盖 佛的真如是 这个完全清理到这个遮盖 所以 所以为什么依烦恼来说 涅槃 所以我们 从这边就 让大家知道 所谓的 如果你一直讲说 灭尽即是涅槃 就会有这个 人家 比较懂得法义的 这个时候 就开始要质问你 如果灭尽等于涅槃的话 那这样子 那变成我们的涅槃有生灭性 那既然我们涅槃有生灭性 那还得了 他会生又会灭 那我们这种涅槃 绝对 修学得来没有用 因为他会生灭 他生的就灭掉了 他会有灭 所以我们才讲这个 能使未来烦恼不胜 现在能够灭烦恼 这就灭尽过 所以运忠说果 将财来说 并为涅槃 为无始 无事灭尽 那我们看在44页 我们的艺术学派 他有提出这个问题 何故果说英明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说 为什么要 涅槃要拿无声灭尽来说 所以我们一直讲 涅槃无声 其实这个语词 按照佛的语词来讲 是强加施舍 不是因为我们涅槃 你说他无声 如果是无声的话 就完全就好像变成说 他没有任何 到最后就会有 人家就会讲 那我们涅槃的佛果呢 为什么会起 我们所说的 这个谁的 常乐我尽的功德 他就会有这样子 所以涅槃到底会不会生 涅槃不可能会有 生长乐我尽 因为如果涅槃会生长乐我尽的话 那外道的这个谁的犯我 他能够 他这个谁的犯我 他有能生性 为什么我们的真如有能生性 所以为正 他们的犯我的 这个常异不变的体性 也有能生性 他们就是血 那么有分别 我们的涅槃是 按照来讲是无声无灭 他没有生的功能 但是他有医的功能 他有医 所以为什么 这个果 为什么一定要 从因来输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44月 他不直接 讲这个涅槃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直讲 涅槃是极灭性 其实强加施舍 烦恼极灭 不能说涅槃就是完全极灭 这都是强加施舍 比如说我们讲 涅槃是空性 那也是强加施舍 说空明 我们这个44月的第一行 我们看我们的 事情不是要怎么回答 因为极为细故 就是我们涅槃 他实在是 就是我们这边 为什么要讲变相 变相分 他为什么从相貌来说 他体实在太难了解了 这极为细故 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信 一切法中 无有能系 系列反之者 所以 所以讲到我们世间的东西 没有比他更为细的 因为他是不可思议 就是我们的意识 真的真的很难 很难想象 他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44月 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这边为什么一直讲 我们在这个谁的 讲变体的部分 这个自在22月的自体相片 这个自体 自讲变相 如来胀 是贤体分的这个如来胀 你看我们的如来胀 也在21月 贤体分 因为他就是要 告诉你这个 什么叫如来胀 他最早要 告诉你这个真如 佛性 但是因为 他还是用这个 手射肠 隐腹肠 还有能射肠 还是用这些的相貌 来介绍 因为他体真的是 非常非常难以了解 尤其在变相的部分来讲 就有这个十种 十种来说明这个 谁的佛性 在我们44月的第二行 是没有 世间所有的法 没有比他更维系的 事故若得此法 所以你要 要得这个涅槃 一切欲等之祸 一定要灭 不更生故 所以就是你要 正得涅槃的话 一定要打下我们 欲界的三界的坦诚痴 因为有祸 绝对不能正涅槃 所以不更生 就是我们的 一切欲等祸 不再生 甲齿出名 甲齿出名是讲涅槃 因为我们涅槃施舍也是 因为涅槃的意思 就是按照范围 就是极灭的意思 这个极灭是烦恼极灭 所以我们这个涅槃的意 最小是在烦恼这个意 这个角度来说 烦恼极灭 可是如果我们利用 其他的角度来讲 就是如果依他的话 正知他的话 我们未来 就是讲到依这个涅槃 真如佛性 未来慢慢会 就是我们所说的 依他来开展 我们的这个佛的功德 既然依他可以开展佛的功德 他就不是极灭 所以假用的出名涅槃来讲这个谁的 这个系理就是讲这个涅槃 没有烦恼性 理相可知 理相可知就是这样子来了解 因为我们的真如 我们的真如 他按照来讲如果说你能够正知他的话 你能够清正他的话 他就是 随意的 他就是我们所说的无为法身 你要知道他的真正的实相 因为他的实相 按照来讲是不能说有 不能说空 说空 说空性 说涅槃 说真如 说这个所谓的虚空 都是假施舍命 施舍命 为了介绍这个所谓的无为 无为法 所以在空的部分来讲 所谓空性 在有 在真理的部分来讲 施舍 真如 在这个所谓的 他不会变异 因为不变异性 再说他很难想象 说不可施于性 这都是在他的角度来 强势 强势 施舍这个名称 所以你不能 你不能一直讲说 空性就是念 就是佛性 完全等号 所以这个了解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这篇所说的烦恼 无声 还有灭尽 他为什么在 在经典里面一直讲 就是 说为涅槃 就是要告诉大家 涅槃这个真的是 这个他的本体 就是很难了解 所以我们才用 最修学的这个因为来说他 所以我们一直讲 三界的祸 断尽 不再起来 这个就是正德涅槃 那我们看一下 那后面提出一个问题 怎么说这个涅槃几回戏 你怎么知道这个涅槃非常非常为戏 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现在知道涅槃几回戏是佛说的 不是我们正知 我告诉我们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信 所以这是我们世青菩萨 这样子解答 大仙不乐说法故 所谓大仙是我们的世青菩萨 因为他知道涅槃 真的是很难说 所以我们的世青菩萨 所以这个讲我们的世青菩萨 本来正成佛了 他马上就要离开了 只是我们尸体怀音 先赶快把他抱佛教 所以你不说不行 把他抱佛教 所以不乐说法故 第二个 无分别圣治所知故 涅槃是我们的佛治 所以知道的 所正知的 一般人是根本不可能 大仙观涅槃极为戏故 大仙就是我们世青菩萨佛 他观这个涅槃 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信 所以叫极为戏 观众生跟信不相称故 因为我们世青菩萨的众生 都是 实迷这个世青菩是实有 知名 所以我们众生的根据 就是一直 把这个世青菩认为是真实的 这个讲不相称故 跟我们众生的看法不同 世故佛心回向极灭 所以我们这时候佛 他真的是 干脆赶快灭渡了 所以回向极灭 入仪涅槃 不亦说法 所以今 这我言不说法 极度以涅槃困 顾 世故佛心回向极灭是解释这个 我们佛不乐所法的意思 第二个是讲无分别至圣之所知 这个无分别至圣之所知 就是如这个摩 摩建持经里面书 世青菩认若涅槃是有 火君自有聪明立志 云和不见佛也涅槃实有 这个是蛮重要的 如果他真的是实有的话 我们马上就看得到 而且当时有多少人那么聪明 所以佛才会讲到 你还没有得到这个 无分别至 所以没办法看得到 那第二个 那这一讲解释这个 所以无分别甚至所清正而知道的 而正知 那第三个是解释这个 这个谁的极为戏 非文会所得 以真实顾 就是他非常没回忆 我们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依照文会 马上就可以清正到他 以真实顾 非师会所得 所以他不是我们想一想 就可以了解的 师会伤能通达 真属蒂固 不得 庙里 就是正知这个真如 佛性的这个 庙里无师之介 以圣身故 因为他非常非常圣圣 所以这个是要 所以他扣掉 文会跟师会 你就是要靠修会 所以还要讲到谁的 这个修会是我们的 圣者的修会 不是世间的修会 非世间修会所得 因为世间的修会 还是在担得潜力 未能通达圣圣之理 于是世间的修会 还是了达世间的 道理 他没有 潜力就讲世间的道理 他没有办法通达 涅槃圣圣的道理 所以以此为戏 这为戏的意思 就后面再讲到 所谓的 非言语能说 所以我们在什么说 你没有去清正 我们还是 就是我们所说 还是属于严肃 借出名显于庙里 所以借这个涅槃 来了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乌威法 因为真正的是讲乌威法 那我们乌威法要 来介绍 就开始 就是依我们所道理来说 他是真如 如如不变 依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 在空来讲 依他的这个 如虚空一样 来立空性 依他烦恼 即便立涅槃 这个是 种种的这名称 都是施舍 假施舍 所以非言语能说故 且出名显于庙里 所以 这个是完全要我们正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要正魔法二孔 所显的这无分别致 才能够清 这个是我们说眼界 才能够真正的眼界 所以为什么 佛说这个 他非常非常维系 那后面最早的是要 解释这个谁的 应该观众生跟性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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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应该是 我们看一下 因为按照来讲 他可能 我们看到他下面的一个提问 若涅槃是修道所得者 如果是涅槃是修道所得的 也未能修道之人不得相应 这是讲这个 因为涅槃是修道所成的话 未能修道 所以这不可能相应 去不相应 事故不共 这个是 事故不共 若不共则是无常 这个事故不共 我去讲到谁的这个 我们先看他的那个提问 他认为是用不共来 因为不共于 这个谁的 世间反复 既然不共于世间反复的话 他就是 没有所谓的骗战 所以 他就讲 先是说 就是因为他不 这个是按照他 依不共来立无常 但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 我们世卿菩萨怎么回答 怎么来答这个问题 若从这个 此向前是无 向后是游 所以无常 我们先讲这个 无常意 向前是无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我们无常最矫刻的是 从有到无 从无到有 所谓无常 所以他讲前面是没有 后面是有 所以从没有到有 所以才说无常 我们的涅槃没有这个意识 没有所谓的从没有到有 我们涅槃是 按照我们的立法是常住 骗有 骗债 所以我们涅槃不可能立这个 谁的本无精有 我们涅槃没有这个立本无精有 那后面是最矫刻也立这个 谁的 前进无有 故说无声 我们先讲那个 前进无有 故说无声 若如说未修道时 不能得故 无无声者事与不来 就是讲到谁的 他就是要确定这个 涅槃 就是要确定他到底 我们涅槃说他有 是按照他的体性说他有 所以说常住性 所以他才 他会讲到谁的 那个 就是讲到谁 未修道时不能得故 就是讲未修道的时候 不能不能得这个谁的 这个 这未修道时不能得故 无这个无声者 就是我们这个讲 未修道的时候 他不能得故 其实我们未修道的众生 他不能说他没有涅槃 因为涅槃是一种名称 真正的实体是 我们讲的是无微法 不是我们所说的 佛性真乳 所以你不能说他 你不能说他完全无声 因为无无声者 这样子的道理就会 所谓的 事与不来是我们不接受这种说法 无无声者 就是讲到谁的 就是 按道文体的部分来讲 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世间的还没修道的时候 他这个涅槃 无微的这个性来讲 他还是在 你不能说他没有神 所以他讲不能得所为无声 所以这个道理是不被建立 为什么非道所生故 因为我们涅槃 根本不是从修道来的 因为他本 我们所说本在 其实法必须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讲 为什么我们要讲那个 我们涅槃 为什么要靠这个修道 其实法必须因道德制 非道能神 就是我们立这个谁的 比如说我们立这个 圣文种姓 还有菩萨种姓 言解种姓菩萨种姓 如果你不修的话 你不修这个 佛所提出来的这个 圣文圣的话 你就不可能说为 你是就是圣文种姓 你不修菩萨的慈悲 誓愿求向大菩提 如果你不修的话 你就不可能说为 你是 你是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菩萨种姓 你不断烦恼 不求这个 不正这个 佛的一切知识 你就不能说你是佛 所以为什么讲到谁 必须因道德制 所以因为修学道 断烦恼之后 把这个涅槃性 把它显出来而已 所以它不是道 可以用 它不是我们的修学道 就是我们不是用 我们不是用这个 佛所施舍的 菩提 我们施舍这个 三十七菩提分法来 从这个这样子修来 从修得到 这个所谓的涅槃 所以它 非道能生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涅槃绝对不是 这个三十七菩提分法 所修来的 世故未修始不等延无 所以我们所说的 世间人 没有修学 你不能说他不存 不存在这个谁的 我们所说的涅槃 不是我们所说的真如 所以未修始不能说他没有 世故 无生利益 其实我们所说的 其实我们所说的涅槃 他绝对不可能说 从有到没有 他本身就是 讲 讲这 就是因为他常在 既然常在干嘛要生 干嘛要灭 这种 还说他为什么无神 因为他没有生相 没有灭相 无后继故 无后继故 意思就是我们所说的 因为他没有 涅槃不能说他有前继跟后继 如果他有后继的话 那他就会断 涅槃不断 世故无灭 所以他讲 不是灭 因为我们一直讲涅槃 我们无明是 无始无终 无明为什么说 无始 因为如果你知道他开始 你就知道涅槃 你就知道无明了 意思就是 我们无明无始无终 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知道无明 你知道有始 就是开始 无明开始了 你现在知道无明 怎么可能 这个时候就是明的意思 这个是讲到谁的 这个是让我们知道谁的 那个无后继故 世故无灭终继 所以onz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 灭 灭这个谁的 因为我们 就是讲到这个 因为讲 vol始无终 按etera 它根本不可能 有终极可灭 所以他这个无业烦恼等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业 因为他是无为的体系 虽然无为的体系 他就不可能有所谓的造业 有 因为造业来讲是有所作为 所以他不可能有这个业跟烦恼这些东西 就讲到谁的 所以后面就讲到我们这个真如 也是讲涅槃 无亦无灭 我们讲到涅槃 以吴 生意面等三师 所谓常住才对 没有这个后面的三生意面等这三个果实 所谓常住 不同外道以吴云 故意面这个常住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大家 我们还是 在四十四页 最讲的是讲到谁的 这是讲涅槃 他不是因为修道而修来的 我们众生在没有修道的时候 他就是朋友 我们所说的这个涅槃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涅槃按照来讲非道所生 但是我们涅槃法一定还是要 你要真正的亲见他的话 就是要靠修道 要有修道的缘 他才会因为修道是把这个祸让他不起来 祸不起来的话就是显涅槃 是由显来所 所以我们一直讲我空法空恶空所显涅槃 不是恶空就是涅槃 这是他显现出来 所以他这个无神意 最讲的是讲到谁的 最讲的是他不是 修神出来的 无神 所以讲到他的 但是他没有变异 最讲的是他没有所谓的从前纪 然后变到谁的中纪 从中纪变到谁的 我们所说的后纪 所以他不变异 是以无神变 所以这个讲到 所谓的常驻讲 他没有这个身 这个世相 这边讲身 把这个柱把它放在这个意 所以没有这个 这个身柱灭 这种这个三种 三相的过世 才说为常驻 我们外道的常是 无因所生 我们外道 他的常驻是建立在 我们所说无因生 那后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正义者 不起因为常驻法 所以我们正义者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涅槃来讲 按照来讲 不是说灭烦恼 就是涅槃 因为他本身就是常驻性 所以如涅槃不由 因因故有 所以涅槃不是因为 而修学而成立的 而得来的 如为灵虚等 一不由因故有 他们这个灵虚 所以所谓的灵虚 就是靠近虚空 这个东西非常靠近虚空 所以我们立就是极为的意思 非常非常维系 靠近虚空 所以如果说他不从因故有 我们无辱是意 我们的涅槃常驻 并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事情不是要怎么说 因为正确的是 涅槃离有离无 就告诉一下 涅槃非有非无 因为他本身就是 你说他有 你说他有又不像世间的有 你说他无又不是世间的我 所以是讲到涅槃本质来讲 他的体性是 你有离无 因为有是常见 无是断见 要离开这些的边界 四棒不齐 就是我们所说 你要知道涅槃本质 他不是 这个有是我们所说的 争议棒 无是前损棒 另外是讲 亦有亦无是相为棒 非有非无是戏论棒 因为我们事先去考虑 这个涅槃 有时候说有 有时候说没有 一下说有一下没有 这不是自己 在我们四十四页 知情所施舍的这个 见解就是互相矛盾 相为棒 你说他非有非无 一下 就是 为了要打消这个语的有 说他非无 为了说 为了要打消有说他非有 为了要打消他无说他非无 所以你就用这样子来 这就是所在的戏论 以不由因故得是常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涅槃来讲 他本质就是常住 不是从因来建立 他的常住性 所以如既灵虚既有 有故不得无因 因为他是讲 外道 一教学派他立即为是有 这个奇违就是要考虑到这个 因为他最后到最后就会立 按照是讲四大奇违 是有 但我们 佛是不立四大奇违是有 是 四大奇违是实有 所以讲到谁的这个 所以他所建立的这个奇违 倒是还是实有概念 虽然实有概念就 绝对不是从无因而来的 是有因故无常 所以我们所说的 如果他从因建立来的 这个所谓的极为 一定还是属于无常的范围 因为他的极为 一直 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的讲到 谁的从 从原子 粒子 还有这个谁的 一直讲到谁的分子 然后为粒子 一直假设这些 就是我们如果有 这些更为戏的话 又释设另外一个名称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是所谓的 常 常 常一不变性 有正义 向不成就顾 这个讲 后面 我还要这边讲 如果说 涅槃无三师 故 常 就是如果说你讲 涅槃无三师 就是讲涅槃没有 这个身住一灭像 这些 过失 那常住的极为 也没有这些的 身住一灭像 他们 应该 涅槃就等于他们外道所说的 这个 这个是讲涅槃 就等于他们所立的极为 因为他们的极为 倒是以后就是四大极为 这个讲到 我们不建立这种说法 为什么不建立 你正义 向不成就顾 其实我们清正的涅槃 跟他们所看到的这个 在显微镜所看到的这个极为 是不一样的 如果在显微镜所看到的极为 就是那种 就一点点 他没有骗债啊 他就是那么一点点 他哪有骗债 那我们的法身是 每一个众生都有 所以就正义向不成就顾 涅槃常驻不与 这个虚空同向异向 所以涅槃向 绝对不可能是 其为向 所以涅槃常驻不与 极为同向 也不跟这个极为异向 因为极为 我们在佛教的诗诗 就是没有那个极为 那个实体 因为他一直 有因有缘 他就开始分割一直分割 所以他没有真正的 极为这个实体 所以为什么讲 涅槃常驻的性 第一个他绝对不可能 跟极为同向 他也不可能跟 涅槃这个所谓的 有差别像 因为涅槃 他后面就解释这个 涅槃等是有分别故 无有正义 因为我们你还有存有这些 你认为这个谁的 极为是实有的话 你想世间实有 那如果是世间实有的话 第一个呢 第一个这个谁的法相 按照我讲的 这个是旺分别故 有旺分别就没有 所谓的无分别制 你没有无分别制 你来证涅槃 是无分别故 涅槃常驻 所以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证的涅槃就是 无分别制所证 才能够证到涅槃常驻性 我们这个灵须等 常驻者不得而立 因为我们这个讲到 到谁的极为 到最后他们所立的 四大极为性 他们认为是常驻 所以我们佛都不建立 那后面我们还看 因为这个讲 很多人倒是真的是立 这个四大极为 实有 所以这个讲到谁的灵须 一讲极为等 一不成就 为什么 就是我们佛教 不利有这个 极为这个常性 开始来分析 这个 我们看世卿菩萨怎么分析 因为极为 它没办法 自己单一 所以独具不成故 就是独者亦不成 所以有没有这个极为 这样子的 它单独起来 单独存在 所以它后面是讲到 也是立四大 以四大不相离故 这个是这样 四大不相离故 我们现在就是要分析 水跟冰的问题 如果水就是冰的话 那只有 只有私信 只有私信 水 水 它不 我们是讲到这个 四大不相离 所以讲到水不可能 只有永远就是不动的水 它有时候是 有时候因为远 风一来就是变成飘动的水 泼 如果是 就像我们的温度越来越现象 它有地性 冰 冰是坚固 它有坚固性 这个就是有地性的 然后这个水的 如果说它遇这个水的 有非常有热的地方 它就变成这个水的 我们所说的 空气 物 水物 所以我们讲热水 所以它有佛性 所以你说这个 你说水 只有单独水吗 不可能 所以它一定有 就是想 为什么讲四大不相离 就是它有因 有缘 水它就是讲到谁的 它一缘 然后水 这个时候就它 它就会有这个水的 这个水的 它有 这个坚信地性 就呈现出来 你不能说它没有地性 这四大不相离 所以你不能说有一个 地水佛风 它单独一定只有水 单独只有火 单独存在 那后面是讲 若聚的一不成就 就聚的部分来讲 以上初故 因为如果聚的话 我们的地 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的设法 因为我们所说有坚毅性 所以它是设 因为它聚合起来的话 就不说是极为了 它就不是 可以说为极为相 非极为 会这个灵虚成 因为如果你聚 你所有的这个 这个极为聚在一起的话 它就不能 不能说还是那个极为 就没有所谓的极为 灵虚 没有所谓的这个 极为那个东西存在 所以你说灵虚有 它说灵虚常住 因为它又不能单一存在 它又不能单一存在 它又聚合起来 又这个灵虚像又不见了 你说它常住吗 所以不管 这个在四十四月的这个灵虚 到最后就是会 像外道 到最后这个灵虚 就会立到四大极为 四大极为的问题 因为它认为 外道的四大都说是 他们立就是常住 实有 我们佛教是不立这个 若离涅槃 无有一法是常住故 这个讲若离涅槃 无有一法是常住故 这个大家一定要自住 因为我们佛教只有立 无一法是常住 没有其他所谓的实有 所以以涅槃实有 常住一方便得解脱故 所以我们涅槃实有 常住 所以我们就因为它很难了解 所以我们要用靠这个 所谓的三十七菩提分法 来 来佛假释射这些 对峙我们的 我们就因为我们的烦恼 遮盖就掉它 所以我们把烦恼去除 所以我们的三十七菩提分法 就像清洁剂一样 把这个烦恼给清洁掉 才会显出涅槃 所以就这样子来讲 为什么要修 修血 要修三十七菩提分法 这些的方便 才能够得解脱 因为修道不空过故 所以我们一定要成立 有修才会得解脱 所以故有涅槃 我们这个涅槃就是没有 所谓的前济 中济后济 无有三济 所以故知 常住过 色等相顾 常住就是涅槃 这个常住 它绝对是 过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它 它这个常住性 这个常住相 绝对是超过于 这个所谓的 色等这个住相 故知说非色 所以为什么讲到 它不是色等这个体性 所以又讲它是非色 这是为什么 我们一直强加失色 一直讲这个 佛性是什么 强加失色是空性 真如 涅槃 法柱 法性 不失意 这些的名称就是要介绍 我们非常难以了解的 微法 故事说非色 那后面是讲到谁的 不离清凉等色相顾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涅槃 又跟这个色法不相离 所以讲到非 非色大公佑 就是说非色 不离清凉等色相顾 所以如果我们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涅槃 一定要 我们所说的 因为它很难表示 所以我们一定要靠这个 世间的这个 我们的心 见到境界色相 然后开始 慢慢的把这个 我们烦恼的这个 把它去掉 把我们看到的这个 色境界 知道它非真实 慢慢的 这样子 来这个谁的 修学 就叫不离世间 我们所说 不离世间觉的意思 所以才会有讲非 非色 然后有大功佑 所以无分别字所得故 所以它一定要 清凉 用无分别字来 真正的 眼见佛性 故说真有出 因出世大精进 所成 救到 佛所得故 所以我们为什么又讲它 有因 这个是讲到 我们的涅槃 为什么它又 我们在前面又说到这个 我们前面十八页 那个原尘的部分 真的是 有时候是为什么它讲原尘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讲那个 因缘和合的问题 分别信缘和因而得 而得血线 它是讲到谁的 后面也是讲真实性原 原和因得成 最后 由分别一 它二性 其无所得故得血线 这叫原尘 所以我们的涅槃 这个真实性 它还是要知道 骗其所知没有 什么叫骗其所知 因为你要知道 一它本身就是无常性 所以极无就是 所谓极无的 这一它最小的是 我们不要有六道 我们不要有三二道 我们不要有分段生世 乃至于我们不要有便于生世 然后真正的才写现 到最后才会全部写现 这个这样子叫做原尘 由十支这个分别 骗其所知的空武 然后十支这个 这个予它的无常 这样子来说原尘 不是我们的涅槃 是原尘 这一讲到谁的 为什么这讲到真有因 这个真有因就是 则的它就是要靠修学道 这个修学道 所以为什么讲苦其灭道 有这个因则有果 如今说 别求是法实有 不生不起不做无为 就是讲这个是法实有 是涅槃 本身就是实有 它就是讲它没有 就是我们很难想象它 没有生灭 就是讲到它这个 没有这个生作欲灭 这些的变异相 叫不生不起不做无做 是真正无为 故知涅槃实常住 实法是如来转一 这到最后就是真正的了解 涅槃就是 实法实有 不生不起不做 而且无为 涅槃实常住 这样真正的实完全了解 这个叫做如来转一 这个是讲到这个如来转一到法身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我们在众生的部分来讲 叫做如来杖 如果是我们讲到这个佛性 就是有成佛之音 叫名为佛性 如果是我们如来转一 就是如来转一到这个真如 就是这个时候叫做佛性 这个时候叫做法身 就是我们所说的解脱道跟菩提道 其实是一体的两面 它真的是一体的两面 就是我们的菩提 初地的菩提正道之后 它就有初地的涅槃 二地的菩提就有二地的涅槃 三地有三地 所以我们所说的 这个讲到谁的 所以我们 我们有时候讲解脱道 有时候讲菩提道 其实是我们 僧文圣是比较着重在解脱道 所以我们专利到 把它比较强盛说 它是解脱道 其实僧文圣哪里有没有菩提 它有身文菩提 还有涅槃菩提 只是它不特别加以强调它而已 你不能说它们没有菩提 无声制哪不是菩提 进制哪不是菩提 都是菩提 无肉制 所以比较常 我们所偏重 身文圣比较偏重在解脱道 我们的佛道 比较偏重在菩提道而已 所以菩提道它当下也有解脱 所以叫总摄 所以我们所说的把 所有的 因为到最后我们要摄在法身 如来的这个四字的功德 全部是依这个法身而已 它是真上乐 才会有我们所说的四字 才会有报身 所以为什么它用这个如来法身 因为如来转移就是如来转移到 就是这个时候叫做法身 所以总摄在 所有的如来的功德 总摄在如来法身 这个叫做相应 因为到最后就是 它这个谁 如来的这个法身 完全正弦的话 慢慢这个谁的 无肉制就开始相应出来 所以它为什么这个时候叫相应 无肉制 一切静静会起这个谁的大菩提 我们讲到这个 第六个是分别品 我们看一下它 我们世心菩萨跟我们讲的分别品是什么 这个分别相应应该要知道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分别相 那分别是什么意思 是如来转 耳明一切法如如轻敬 是其通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它这边想的分别 是如来性 这个如来性 它这种分别 这后面讲到 什么样子的分别 就是 这种分别是明一切法 如如轻敬 它所说的分别是这个意思 一切法如如轻敬 这个是通向来讲 那我们看一下 这跟我们的说法有点 我们 其实它这个分别是讲到谁的 应该讲到后德制 因为后德制它有分别 它的分别是无分别的分别 所以我们后面 我们看一下那个般若经里面说 一切法者三性法 所以这是我们真谛 因为真谛 它最假的还是 我也是佛学的这个认识 所以还是来讲这个三性 所以所有的法 把它讲这个分别 因为它的讲分别性 之前面的这个 十八页里面讲分别性 跟依他还有真实性 我们玄奘地的部分来讲 是骗记所之性 依他其性 冤臣实性 所以第一个是他去讲 那个卢卢 俗卢即真卢 真卢即俗卢 真属恶卢无别一故 我们 我们这个 按照我们 我们讲这个卢 就是我们要知道 我们讲世间 按照如果的时候 你要好好地说 比较完整的话 世俗地如 等于圣意地如 按照我讲 世俗地最假的讲 世间有什么 最假的世俗地 因为我们佛师社 佛师社的世俗地 是世间看到 世间的东西 叫做真实 所以叫世俗地 所以这 世间的实相 才是我们的 这个真卢是实相嘛 所以按照讲 一定要 按照我们比较 因为有些人讲 圣意地就是 世俗地就是圣意地 这种说法是 按照我来讲 是有语病的 真的是有语病 像这样 因为我们讲到 谁的 世俗地 按照我来讲 佛师社二地 世俗地是指的是 我们所说的 佛义世间 世间的说 这个桌子用 如实认识 这个叫桌子 这个叫世俗地 不会说 没有所为有 这个叫世俗地 所以我们在 我们圣人就知道 圣人一二地 我们这个 所谓的 圣文圣 就是一 知道世间 世间就是空 不死 所以他才会 离开这个世界 而走向这个 所谓的 我们所谓 悟这个 所谓的空 圣意地 所以俗儒 其实是真儒 真儒 其实是俗儒 讲在 真儒的 这个谁的 在我们所说的 这个 就讲到 谁的真跟儒 在真儒 这个 这个体性下 是没有任何 不同 那亲近者 有二种 一者是 因中儒儒 为得 无垢 地儒儒 这个 亲近者 就是 第一个是 因中儒儒 因中儒儒 就是我们的 我们 反复为的真儒 反复为的 我们所说 是否信 因为他还没得到 无垢的果地儒儒 无腹 够会故 我们的果地 果地儒儒 本身就是 不再有无垢 我们一种儒儒 也是按照 他自信 亲近性 本身也是 不负 无负 够会 第二个是 讲到谁的 因果寂静 这是 因中 是无揽的 亲近 自果 无垢 亲近 甚至 甚至讲到谁的 就是在我们修学 因 所以按照来讲 因果 寂静 这角色还是 讲到 我们的菩萨的 这个实地的结尾 乃至 应该到 这个果 所以讲 因中是 无揽 亲近 到果地 也是 无垢 亲近 这角的因果寂静 如此等于是佛性的通向 这是讲到 佛性他的通向就是讲 第一个还是要施设这个 如来仗义 因为如来仗义 就是如来被烦恼所遮盖 这边所说的 因中如如 另外是讲到 谁的 如来法身 如来法身就是讲 第二种 因果寂静 所以 是佛性的通向 佛性都是这么样的 来介绍的 所以危险此意故 佛说 波瑞 波罗蜜多 这个经典 是佛性中 分别众生 自有三种 所以讲到 这个 这个佛性中 分别众生 自有三种 分别众生 就是把这些众生 把它分成三种类 第一个就是 不正见佛性 只是讲凡夫 他不是没有佛性 他是 他 就是讲到 这些的 他没有修学因 所以没有 没有办法看到 所以叫做凡夫 所以他少一个习的修学 第二个是能正见佛性 所以讲到谁的因中 还没真正的 到完全到果无构清净 所以这个完全是实地的圣者 到什么叫如来 就是把这个真如的无构性 全部显现出来 所以政治实地 就近清净 说为如来 这个分别像意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来 就是我们对这个如 第一个先分别这个谁的 按照来讲是分别佛性的部分 佛性的清净 有这两个位置 那有三个三种 三种种类的修学者 这三种类 把分成三种类 众生把分成三种类 所以这也是分别像 所以我们我们讲 我们一直讲这个 这个分别分别不好 其实厚德 所以按照来讲都是厚德制的分别 厚德制应该要分别 众生就是众生 佛就是佛 不可能众生就是佛 对吧 如果众生就是佛 那根本不要修学了 我就是佛了 所以这里讲到分别 就是要对这个佛性了解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后面的这个讲到谁的 就又讲那个分别 约子佛性 众生适用友善 所以还对于在佛性来说 众生适用友善 第一个是讲到谁的颠倒为事 无颠倒为事 还有这个是无颠倒无散乱 有别法为正事 那我们看 看着我们这个 施旭菩萨怎么定义它 那个颠倒者是一切凡夫 那无颠倒是 我们一切有学圣者 无颠倒无散乱 有别法为正事 它是指的是道后法身 道后法身就是讲我们的 我们的如来的法身 这个时候根本不需要有修学道的意思 有别法为正事 所以这个是讲它的 应生跟化身 维度终生 所以就由大悲本愿立故 这个是讲佛有三身 那个修学道之后所成立的这个法身 然后它的因为我们的法身 法身讲如来法身 如来的无畏法这个部分 所以它后面只讲到 它带出这个声音的话 应生跟化身 就是应生跟化身来度众生 这个是讲佛的正事 所以佛性有众生适用 我们所谓颠倒就是讲到 我们众生因为不认识佛性 所以它根本不知真实相 所以它心颠倒 见颠倒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一切凡夫 如果我们圣者 他依这个所谓的无畏制没有颠倒 这个是圣者在修学的实地的部分 实地的圣者 那后面就是佛的位阶 因为佛位阶到最后就是圣得三身 然后依这个应生跟化身 化身最主要是我们的二身跟凡夫 应生最主要是讲地上菩萨 这也是讲依佛性来讲众生适用 那后面的就是在解释这个所谓的颠倒 一切凡夫友善倒 就是想倒 见倒 还有心倒 那等于这个所谓的皮 想倒是皮 见是肉 按照来讲是见 有些是讲这个皮肤骨 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想倒是比较表层 见倒是中间 还有这个谁的心倒就是最下层 因为皮肉心是我们所说一分层是 我们所立的 这个三个烦恼 想倒的部分来讲是我们一境界 有这些我们所看的这个影像 因为我们想心说是依种种进来假释社名业 所以他还是在影像里面 那见的部分来讲就是成立他的 见最小的是他的这个 他认为这个他所建立的观点是真实的 这个见还比较属于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我们我们最最一般谁见起见也是 借见起见这也是 这都谁见倒 那星岛的部分来讲是我们的这个 我们最小的是我们的 按照星岛最小的是我们 我们的六四一起来 我们我们众生的六四一起来的那个 那个种子本来就是有肉性的 我们我们这个六我们众生的六四 起来都是有肉的种子 所以他不可能一圆起来就是无肉 所以都是讲星岛 那无颠倒者 无颠倒者 无获无寻两种倒 这个无获是讲到这个 他这个前面所说无颠倒跟无散乱 我们这个解释我们在这个 因为他最讲的是菩萨的有学圣者 就是我们要解释十地的菩萨 这些修学位 祸的部分来讲 他就祸倒是讲唯逆真如 因为祸是迷祸的意思 我们的迷雾一建立在真如 你对这个真如不了解就是祸 就是祸导 所以因为有对十项真如不了解 所以认为境界是实有 所以他才会有烦恼起来 起一切烦恼所以祸导 那我们下节课再来解释这个星岛好了 先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 来了 非常当然 gleichzeitig 因为这引きمة面 李治新猪 看看 baş ,' 引? 很多 西 。